即便如此 巨魂帆之下乌鸦鸦的一群厉鬼冲出 是威势害人 至少在低等级的战斗之中 还是颇具时效的 作为灵台境的学子 唐杰并没有什么群伤的法术 因此 面对这一大批的厉鬼 就连他一时间也是没了辙 偏偏这鬼魅奸诈 身形飘忽 并不与唐许二人死战 只做游击骚扰 两个人被缠的 一时间是没了办法 那富裕道人虽然自身实力一般 但鬼魅伎俩当真是不少 此刻祭出了巨魂帆 放出石心鬼后 手印在尸 喝道 青鸦鬼 出 又是五只青面獠牙的小鬼出现 这身形只有婴孩大小 手中却拿着钢叉 咿呀呀的乱叫 举着钢叉就朝两个人乱捅 尤其是这富裕道人阴损的锦呢 看那唐杰防御强悍 不易受伤 干脆就指挥着各种大小鬼主公许姑娘 一时间竟逼得她是手忙脚乱 不由称叫道 喂 你倒是帮帮我呀 她之前一直淡漠于怀 云淡风轻的表现 这声叫终于暴露了小女儿家的本质 唐杰哈哈一笑 已是栖身前冲 一闪身就到了许姑娘身边 正替她挡住了那些扑击的小鬼 与此同时 许姑娘飘带急出 掠过一道长湖 一下子扫掉了几只小鬼 这一击得手 两个人同时眼中一亮 正好那石心鬼再度扑来 唐杰喊了一声我来 人已再度挡住了她 同时那许姑娘的金镯 从背后出手 绕了一个弧线 正砸在那石心鬼的脑袋上 饶是那石心鬼铜皮铁骨 也被这一下砸得是头晕脑胀 竟然是亮亮呛呛的跌出几步 两个人看到同时相视一笑 这一下配合的那是相得益彰啊 竟是将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 立时扭转过来 以唐杰的身体扛这些小鬼 那许姑娘则是连连出手 她的飘带有一定的横扫群打能力 金镯远攻进手 威力不弱 竟是渐渐的把局势扭转过来 那富裕道人眼见不妙 惊怒之下 一指长剑 骷髅长剑已是绕过唐杰直扑许姑娘 唐杰顺手一抓 将许姑娘挡在背后 同时一直点向那骷髅剑 只听一声翠响 那剑已是怦然碎裂 只留一点金光闪耀 哎哟我的剑哪 道人是痛心大呼 唐杰对这类叫唤已经习惯了 顺手一抓 将那金利抓在手中 这是什么法术 许姑娘惊声问道 唐杰已转过身 重新面对那些小鬼 顺便将这女孩重拉于背后 回答道 哼也不是什么术法 只是蛮礼 你的术法呢 你刚才掐了半天手艳 为什么一个术法都没放出来 唐杰脸一红 嗨 我这不太熟练 她那裂玉纸 终究是没能完成 就被食心鬼给中断了 其后就再没机会施展 姑娘已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笑如朝霞应雪 秋水送波 看得唐杰也是一正啊 浮渝道人见两个人竟还有功夫说笑 心中更怒 拖得抛出一物 立刻道 烧死 九子夺命 就见空中骤然出现九个骷髅头 色乌且暗有血色 九个骷髅头一起向着两人张开大嘴咬去 九鹰鬼 许姑娘认识那鬼东西 脸色骤然变成死色 这九鹰鬼可不比先前的卓罗妖窟 妖窟主要是剧毒害人 自身攻击却是一般 鹰鬼却是犀利无比 砖破护体钢器 击中人体之后血煞之气入体 直逼五脏六腑 端的是羊鬼宗一大杀器 修炼至高深之处 据说连天心子府都能杀 这富裕道人的鹰鬼 显然不可能到这种地步 但看其已成九子格局 那就是初具规模 一旦击中 就算托返境九转之区 都讨不了好 此刻眼见九鹰鬼袭来 唐姐也知不妙 低鹤一声 已是发动无相金身凝水照 然后拉着那许姑娘 往自己身下这么一藏 用自己的身体 将对方整个给挡住了 九只鹰鬼 发出尖利嘶笑 同时袭来 撞破了凝水照 一起咬在唐姐的背上 唐姐只觉得 好像有九把刀一起刺入自己的后背 疼得是慢哼一声 更有血煞之气 趁势进了唐姐的体内 唐姐发出一声嘀吼 血链神术已然发动 竟是硬生生止住了煞气攻击 这血气直转之下 已将那煞气侵袭 化解于无形 你没事吧 许姑娘叫道 唐姐一字牙 哎呀 我这疼啊 这话听得许姑娘 一时间有些傻了 很疼啊 这就是她的回答呀 这就是九鹰鬼的攻击 给她的感受 俩人是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没说话 这气氛呢 在此刻微妙而短暂的 停留了那么一秒钟 仿佛整个世界 都按了一下暂停 就是这一秒暂停 唐姐那云淡风轻的样子 就深深的 烙在了姑娘的心里 她看着唐姐说 我叫许妙然 啊啊啊 不是 这这这时候 说自己名字 这是几个意思啊 唐姐一呆 就在这时 许妙然突然喊道 快躲 唐姐抱住许妙然 猛的往旁边这么一滚 只听哄的一声 那食心鬼的力爪 已是插在 先前的地面之上 唐姐将许妙然一推 反手一抓 已抓住一只 正在他背后啃咬的鹰鬼 猛的向那食心鬼致去 人随即前冲 指尖金光一闪 已是一指 戳中那食心鬼的眼睛 食心鬼猛的哀嚎起来 下一刻 他那兄弟的身躯 竟如冰雪般消融 与此同时 许妙然手中金镯飞出 正打在那巨魂帆上 将那帆 打至粉碎 剩余的鬼物 失去平衣 纷纷哀嚎着 如一群眉头的苍蝇 到处乱窜 许妙然已是记起了 射魂灵 将那些鬼物 一下子收了个 干干净净 浮于道人 看得大害 他手中最强的杀手锏 就是这食心鬼啊 九鹰鬼 还有巨魂帆呢 如今是三宝击出物 却纷纷被破 这再无战力啊 吓得不禁后退几步 突然大叫一声 是转身就逃 哪里走 许妙然已是交叉一声 手中飘带咒掌 将那浮于道人 捆了一个戒戒失失 唐杰则是一把银销针撒出 将那几只青牙鬼 给料理了 此时 他们的战斗 已是惊动了 罐中戒宿之人 纷纷跑来看这怎么回事 那李小姐只看了一眼 便英明一声 晕倒在地 这就让唐杰大感奇怪了 这所有的鬼物 不是收的收散的散了吗 只是捆个活人 就能下晕了 许妙然摆了他一眼 指了指他背上 唐杰回头看看 这没什么呀 你后背上啊 许妙然没好气到 唐杰恍然大悟 哦 感情 自己背上 这还盯着八个骷髅头呢 那李家小姐 竟是被自己给吓晕的 唐杰抓了抓没抓着 赶忙直指后背 哎 哎 快快快 帮帮忙 帮帮忙啊 许妙然 已是笑着 一个个的帮他取下 这九鹰鬼离了体 又无人控制 便失去了威力 被许妙然一手 一个通通掐碎了 看到八个鹰鬼 全部离体 唐杰道 哎哟 多谢啊 该我信你才是啊 许妙然一笑道 哼 真没想到 这富裕道人 竟是如此难对付 要不是你啊 我一个人可应付不来呢 倒是没想到啊 你连九鹰鬼都能扛 喜悦派的功法 果然博大精深啊 他不知道 这跟喜悦派无关 唐杰呢 也不跟他解释 只是把一切 都归到喜悦派的头上了 此刻 唐杰正想说什么 许妙然一道 快别动 说着 他板过唐杰的身子 从身边取出一些药来 却是在为唐杰的伤口上药 唐杰想说我没事 这伤口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好了 不过想了想 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任由许妙然 给自己上了药 那药膏 清清凉凉 小手 温润如鱼 在背上游走 竟然是说不出的 惬意和舒服 这俩人 自己做自己的事 却是让旁边的一群观众 都看呆了 这七侠界 虽是有万年历史 许多方面都已开化 但其社会本质 依然具有极大的封建性 女子 莫说是给陌生男子上药啊 就是这只穿短 挂露出手臂 那都是友商风化呀 如柳红烟 平静月 这些喜悦学子 平宿里看着和学院一帮人 打打闹闹 其实 那男女之房 却是守得善解 也没确定关系之前 就算拉个手 那都惹人闲话 没想到 这一对男女啊 明明白天这刚认识 这女的 到晚上竟然为男人 上起药来了 有那头脑顽固者 不及关心发生了什么事 就已经开始跺着脚 喊着成和体统 有商风化了 好在呀 总算还有那知道事情轻重的 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唐吉一边享受着美女上药 一边将事情的经过 大致说了一下 一听说 这富于贯主 竟然就是纵鬼害人的元凶 大家都是义愤填膺 一个个纷纷唾骂不已 只是涉于鬼物于危 却没几个人敢上前踹他 倒是把那几个道童都抓了起来 只是一个个人 只是一个个都大喊冤枉 富于道人所作之事 与自己无关呢 那富于道人 却是由此不服 大喊道 你们懂什么 线路难登 我被修正未修大道 有哪个手上没沾过喜悦 有几个手底没杀过人 有几个人 我这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 你胡说你 有礼府家丁扶着自家小姐以斥责的 喜悦派惶惶正宗 久无这等安暂事 今日若非有喜悦学子在此出手 我等被你蒙蔽 定会统统丧命于此 说到激动处 壮起胆子 对着老道就踹了一脚 喜悦派 老道却是哈哈大笑 什么狗屁喜悦派 天下修道中人 救赎六大派杀的人最多 天下是无非是城王败寇罢了 只是儿等无知 才被离教束缚 你们以为喜悦派都是好人吗 其实 这不过是一群道貌黯然的伪君子罢了 我纵归害人再多 也比不上你们喜悦派随便一个念头 就坑杀千万呢 哈哈哈哈 竟敢诋毁掌国先派 该死 一群人已是纷纷冲上 唯有少数人注意到 此时此刻 唐杰竟不为喜悦派说话 反而罕见的沉默了 那个时候 他想到的是 云雾则中的那场屠杀 天灭宗 仅是保留天灭宗存于世上这一行为 喜悦派 已是相当于间接杀死了无数的文心国人 好在 这想法 只是在念头里 一转而过 唐杰一道 术法是刀 刀可以用来杀人 也可以用来救人 故 不能因其有刀而定罪 可是杨鬼宗 却是炼刀之人 就以人命相计 法术继承 便是冤魂无数 说你们是邪门恶徒 又有何错 你若觉得喜悦派为恶 便当去阻止其恶 而不是在这里 为恶更甚 明明是个恶贯满盈之辈 却偏偏满口堂皇 做义愤天鹰之态 你这样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见到 那倒是孩子不服 唐杰已不理他 只是对那几人的 元凶既已束手 你们找个人星夜下山 速速报于当地喜悦奔腾 由他们派人处理此事 我们去这老道的住处看看 可还留有什么遗害之物 说是看有什么遗害 那其实就是搜查好处去了 这老道身上又没有戒子带 这要有好东西 想来也应当在住处啊 这边李家派人下山去了 唐杰已是和许妙然一起 去了老道的居所 只是那老道居所 干干净净 也没见什么好东西 搜了半天 终于发现一个暗格 两人大喜 以为有什么好宝贝 打开一看 竟是几百枚零钱 和几瓶极其普通的丹药 这连件像样的法器都没有 气得唐杰和许妙然 是异口同声道 这也值得藏 然后对视一眼 一起笑出声来 杀了这么多人 害了这许多命 到头来 终究什么都没有 这老道 大概是把所有的心血 加资 都用在培养鬼物 和修炼境界上了 哎呀 总算还有这个啊 唐杰已从暗格底下 取出一本书来 上面还写着两个字 鬼经 打开一看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 都是些洋鬼秘法 看来就是洋鬼宗的典籍了 其中还有不少 已是现实 不存在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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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